北京时间的12月23日,刚刚结束了一场被受瞩目的NBA常规赛,火箭主场118比128不敌快船,遭预料赛季第二次的连败。 全场比赛,作为球队当家球星的哈登在进攻端继续有着出色的发挥,但最后时刻六次犯规,加上被裁判直接驱逐,让人大胃不解。 而他更是在赛后直言当直裁判判罚的是个狗屎,也在网上引起热议。 不知道他们,裁判,在干什么,整场的哨子吹的都是个狗屎,该吹的不吹,不该吹的乱吹,这就是我对本场比赛裁判判罚的评价。 哈登在更衣室里说道,我知道自己有些时候是在犯错,但他们呢? 若是判罚出错,错了就错了,总能找借口搪塞你。 既然比赛的结果已经不能改变了,那在赛后更新的裁判判罚报告又有何意义呢? 这场比赛,哈登是在比赛最后时刻被驱逐出场的。 他在最后的二十几秒故意找料一个犯规,六犯之后本来会被罚下场,可当时他却是遭裁判驱逐出场的,这就要从距离中场结束还有二分钟左右的时间说起了。 哈登在莫名其妙的被连吹犯规后,这让一向是脾气好的他也爆发料。 于是,在得到第六次犯规后,他直接捅裁判手中的球,挑衅主裁。 所以,才有料尸体被直接驱逐出场的一幕。